然後今天就到了今晚的最後一道菜了 你看,很像菜單吧 哈哈 這首歌是最近剛寫的一首歌 就是這首歌可以送給你們想念的日子 然後我會寫下這首歌是因為我想要送給我的外婆 然後她已經去世了 就是她去世的一個月之後 就是我們發現就是日曆一夜都沒有吃 所以還停留在她送到醫院的那時候 那因為老人家嘛記性不好 然後早早起來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客廳 然後把日曆撕掉 那她提醒她就是兒女什麼時候要回來呢 好像說好像每試完一夜然後 然後我的孩子們在這禮拜就要回來呢 提醒自己這樣的事情 然後她離開的那一天 日曆還停留在那一夜 那我覺得這個想念已經超過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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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 目前體會過的情緒 我真的很想念她 我真的很想念她 我好像她有一些話沒有跟她說 但是我 為什麼 她在的時候就不說呢 然後這些話等到她離開之後才想起來 那這首歌叫做 憂傷花語 憂傷 然後花語 就是花然後言語的語 為什麼是會叫憂傷花語 因為 大家第一件想就是想到秋天會開的花是什麼花 是菊花吧 是菊花吧 其實她有一種花是 叫做彼岸花 她開花的時候是不會有葉子的 那 她有葉子的時候 是絕對不會開花 所以 就像 花想念葉子那樣 我也想念 我的外婆 你真的很想念她 我來自私 我們 那裡 那裡 是 我來自從 那裡 我來自然 你 你 我來自從 那裡 我來自從 我來自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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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